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国民公敌 蔡英文认为杨志良开除医师这个说法根本讲风凉话 而且呼吁国人应该力挺我们的医护人员 他成为国民公敌要来看看他的一个论述 他说这一名染疫的医师遭到喷剑 应该要及早隔离就可以阻绝传播了 他说他所犯的错误比牛西兰籍基医师严重100倍 杨志良今天又说话了 他把这个染疫的陶宇的这一名住院医师 30多岁的住院医师比喻为 比牛西兰籍基医师更为严重100倍 好我们稍后来听听看 不只是他的论述里头引发国民的一个愤怒 包括前署长也对他开战 叶金川批评猪头老杨 逼得杨志良烙话骂脏话了 这个赖群组对话曝光 等一下张雨昕老师来为我们还原 我今天现场当中在右手边的第二位 为您邀请到曾经确诊 现在已经康复的Rita 今天独家上火线 Rita独家上火线 他要谈谈 他从西班牙在求学时回到台湾 在三军总医院负压隔离病房 足足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受到这些医护人员怎么样的照顾 怎么样的治疗 我们稍后等他帮我们还原现场 不过今天国际间依然很关注 是台美之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包括美国处在什么状况 稍后马上连线给Peter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因为访问台湾临时喊咖之后 今天一大早跟蔡英文总统视讯 我们稍后来看看到底美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蔡英文总统强调是美台是永远并肩民主支柱 这样的过程里头传达出现在什么样的讯息 更重要的是川普在卸任倒数六天 印太战略机密文件 为什么提前三十年解密 提前三十年曝光 传达出什么讯息 又是在卸任之前 印太战略提前解密 今天报 里头到底台湾的角色曝光的内容 是什么呢 我们一一为你还原 而且台湾纳入第一岛链 未来中国入侵 是不是面临到美国会有最新的行动 如果美国已经表态有最新的行动 那请问我们周遭国家包括了日本呢 好在两万国民兵在进驻到美国华府的同时 我们说要连线给Peter 因为FBI已经事情 拜登就职日恐怕会引爆武装抗议 这是一个什么的情势呢 不管在1月20号之前 川普的命运是不是已经定了 我们今天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事案 坎贝尔将要出掌白宫新设的印太事务的协调官 这位看起来对于亚太事务十分熟悉 已经多达二三十年的他 未来如果在拜登上来之后 要出掌白宫这个新的职务 带来什么的影响呢 带来独家权威分析的第一位正面介绍 是民进党及立法人赵天琳 小薰姐好 大家好 以及西班牙的留学生Rita 大家好 我是Rita 谢谢Rita来到我们现场 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支 小薰姐好 大家好 联岸政策协分研究员赵玉小老师 小薰好 大家晚安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 小薰好 大家好 来时事评论员黄义忠 小薰姐 大家好 来宿舍媒体的王瑞德 小薰姐好 大家好 稍后台北市医师公会的常务理事 洪德仁 洪一世会加入我们讨论 也要联系给Peter 来看看这个大现场 so nice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alk to you over the internet Sorry Initially we thought we would have an opportunity to meet in person 但我感到很幸福,我們仍然可以在台湾上見面 thanks to modern technology 即使你們不能做到這次的旅程 希望你們仍然可以去台灣 在未來 我也想要這個機會 希望你們多次的支持 希望你們多次的支持 台灣的參與參與 你的努力在深入台灣-US的關係 你還有,你的照片是搭配 因為你今天有這個照片 對你今天有這個照片 我當我進入了院長大部 我當我進入院的總統 來請教天玲 看起來說林是喊咖了 不過一大早馬上就進行視訊 台美之間只是單純的一個友誼而已 來請怎麼看 美國內部的最新形勢 以及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傳達的意涵又是什麼 克拉夫特大使是這個 本來會是我們在跟台美斷交之後 那第一位正式可以來到台灣訪問的 現任的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 那是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 那只很可惜的 因為在這個交接期 最後剩下不到十天的時間 那國務院這個蓬佩奧 這個國務卿做了一個決定 為了讓交接順利 所以包括國務卿本人在內的 所有國務院的官員 全部取消外訪的行動 所以克拉夫特雖然不能成行 但是他今天鄭重的 用視訊的方式 跟我們中華民國 台灣的蔡總統 小英總統來進行視訊 那這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代表說 美國雖然因為內部 現在基於新舊總統之間 其實有些紛亂 所以交接必須務必穩定 平穩的成功 所以他們無法進行出訪 但是他們對於台灣 對於小英總統的重視 仍然是在美國的利益裡面 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他們在這個視訊完了之後 這克拉夫特大使用推特的方式推文 那他推文大致講的是什麼 他盛讚推崇臺灣在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的防治上面 是全球的典範 他稱讚臺灣在尖端科技上面 是全球的翹楚 他甚至認為說 這一切就代表了這個民主 國度的一個透明度 是一種全球的模範 他稱讚完臺灣之後 他又表達他的遺憾 他認為在中國的打壓之下 我們臺灣沒有辦法 在聯合國的各個場合 去分享這樣的傲人的經驗 特別他提到的WHO 那所以如果以一個美國駐 聯合國的現任大使 特別跟我們的總統 去表達了對臺灣的推崇 以及臺灣被中國打壓的壓力 他具體而為的就呈現了 剛剛小軍在節目一開始就預告了 為什麼要提早解密 這個所謂的印太戰略呢 他裡面講的就非常的清楚 他提的就是說 臺灣縱使不是美國的邦交國 但他基於臺灣關係法 基於美國的利益 基於中國窮兵獨武的擴張 他在第一島鏈裡面 是不可被取代重要的一個國家 他甚至必須是被在中國 有可能發動武力侵略的時候 需要被保護的 那這個部分的解密 包括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跟蔡英文總統 即便沒有辦法來到臺灣訪問 也要視訊所公布的內容 他傳來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 那個訊息就是說 不管美國政府是共和黨執政 還是民主黨執政 這一些由軍方國安會 國家安全顧問 所有跨越共和黨民主黨的專家們 所定性定調的印太戰略 是會持續下去的 哪怕過去在歐巴馬 時道叫做重返亞洲 現在在川普叫做印太戰略 未來的拜登總統 即便給他創造一個新的名詞 他的本質 他的意義都是相同的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讓國人放心 臺灣絕對不是一個孤立真空管事的 好像就在一個強大中國旁邊 我們被威脅著 他其實就是在地球村裡面的 印度太平洋的這個環節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寶島 我們用我們的民主 法治 科技 我們縱使過去被孤立 但是我們創造了 這樣一個人權民主的價值 在現在完全被體現出來 所以縱使過去 中國享受了很長一段時間 可能用勞工 用環保所付出的 這種很低成本的代價 但他卻沒有在這個裡面 回饋給國際社會人權的提升 民主法治的提升 反而走入更威權 更專制 破壞環保 破壞人權 這些代價現在全部都要加倍 奉還給中國了 所以呢 不管現在拜登總是務必 一定要上臺連任 但是我相信從他的人事 從川普總統到最後 不斷地解密定性定調 臺灣在印太地區的重要性 我覺得未來的臺美關係 在今天的視訊 在那個解密過後 我對拜登總統有信心 也衷心的感謝川普總統 對臺灣的支持 是 美國政府在外交上的政策 要有所異動 一下子要翻轉一中政策 恐怕不是那麼困難 不過從今天實質的會談的關鍵內容當中曝光 好像不是一個實質的一個關係而已 來 張醫生怎麼看 接著剛才天寧維所說的 今天我還是把這個呢 克拉夫特的推文呢 為大家講他語境的脈絡 第一個呢 他說的是他非常榮幸呢 去跟蔡英文總統做一些討論 臺灣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典範 什麼樣的典範呢 展現了 臺灣提供了什麼東西呢 展現了 臺灣的在COVID-19 武漢肺炎的防疫的成果 透過哪些方式呢 Fear of health technology and counting exercise 健康的領域 高科技 還有尖端的科學 這就是臺灣can help的精髓 因為臺灣在防疫的過程中 這個典範呢 儼然成為全球的公共產 所以呢 關鍵還是在提升 臺灣國際參與的量能 透過肯定臺灣的防疫 接下來他告訴大家 所謂美國跟臺灣的關係呢 美國一定站在臺灣的這一邊 除了提升了臺灣國際參與的 這個機會之外呢 同時也肯定臺灣的主權地位 這就是實質的意涵嘛 雖然遺憾的地方是呢 不能直接來臺灣做訪問 但透過這場視訊會議 傳達了非常清晰的消息 也告訴呢 即將接任的拜登政府 過去呢 美國犯了最大的錯誤呢 就對中國 對臺灣美中台三邊關係的 戰略模糊 這樣的說法夠清晰了吧 再結合前陣子彭佩奧的說法 這叫做呢 現階段美國對中國 或是在臺海之間的態度 但今天還有一個關鍵的消息 叫做呢 著名的這個呢 在歐巴馬時期 還有在呢這個呢 柯林頓時期呢 擔任國安高層的 Kirk Campbell 他被宣布了一個新的職務 這是呢拜登呢 為他設立了 叫印太的事務協調者 簡直講叫做亞洲的沙皇 美國的智庫CSIS 扮什麼角色呢 許多朋友都瞭解 但是呢智庫啊 在美國呢往往有旋轉門 這樣的功能 什麼叫旋轉門 平常做政策研究 但是呢這些政策研究呢 基本上呢 哪個黨上去之後呢 如果為他們呢 所採用 變成是他們國家安全戰略的話 這個智庫的負責人呢 就會跑去國務院呢 任重要的官職 等政黨輪替的時候呢 他再下來持續做研究 民主黨 共和黨彼此之間呢 來競爭所謂的論述 Kirk Campbell在還沒有呢 進入國安會之前 或是進入到國務院之前 他的角色是什麼呢 他是CSIS的副總裁 好 剛才如我剛才所說的 他的資歷非常非常豐富 在柯林頓政府時期呢 擔任過國防部 亞太副助理部長 在歐巴巴時期呢 擔任過國務院亞太助卿 剛才天玲委員所說的 重返亞洲這個策略 基本上還有更深一層的 這個名稱叫做亞洲樞紐 亞洲樞紐極有可能變成是呢 拜登呢 未來在亞太地區 印太戰略地區呢 新所啟用的名詞 因為重返亞洲 他過去說過了 所謂的亞洲樞紐 最重要的策劃者是誰呢 也是Kirk Campbell 他也擔任了NAFTA 北北自由貿易區 總統的副特別顧問 所以這個人基本上 在民主黨拜什麼角色呢 待會兒說過 他是民主黨對中的鷹派 但是要對台灣有不有好 我們來為大家做說明 2015年小英總統在競選期間 到美國這個著名的智庫 就是戰略級國際研究中心 CSIS發表演講的時候 就是由Kirk Campbell 當主持人的 因為呢 CSIS啊 跟他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 即便他出去當官之後呢 他或是沒有當官之後呢 他一直跟這個智庫 擁有的密切關係 2016年小英當選之後呢 在520之前呢 Kirk Campbell呢 直接來台灣呢 拜會蔡英文總統 還有最重要的地方是呢 2012年12月 就在去年 遠景基金會所舉辦的 因為啊 這已經選舉結果 已經出來了 在12月上旬的時候 舉辦一個 台北日三邊印太安全對話的時候呢 特別用視訊會議的方式呢 邀請Kirk Campbell呢 做專題演講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 他的演講內容呢 涉及什麼 或是為什麼能說 他是所謂的 民主黨裡面的鷹派 而且非常非常友台 這個視訊會議之中 他直接告訴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不了解台灣戰略 重要性的時代已經過去 美國兩大黨 都必須 有許多人都要認識到 台灣維持夥伴關係的 深刻的戰略重要性跟利益 哪些重要性 哪些利益 第一個 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 第二個呢 供應鏈呢 基本上新的位階跟位置 第三個 多元開放社會的包容性 第四個 第一島列的戰略價值 所以他不斷的提醒大家 民主黨就算上來之後呢 也必須要認清這個事實 請問他這個說法是不是憑空而生 或是突發奇想 不是的 在2018年著名的國際期刊 國際關係研究期刊 Foreign Affairs的時候呢 這篇呢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標題就告訴大家說呢 Curl Campbell認為必須要做一些反省跟檢討 檢討什麼呢 北京是如何抵禦 反抗美國對他的期待 美國對他什麼期待 民主黨過去認為跟他交往 然後呢 有辦法透過經濟現代化 促成政治民俗化 中國的政策呢 跟政治呢 就可具有所謂的可預測性 或者是呢 一個進步的民主的中國 是符合美國跟全世界的利益的嘛 但中國的決起不是這樣子 這邊一個關鍵字告訴大家說 Reality won't run the clear eyes Rethin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pproach to China 什麼意思呢 華府必須要思考清醒的反省 對北京的這條路徑 什麼路徑呢 就是過去民主黨傳統的engagement 接觸交往的策略 到目前為止 他有沒有影響到 美國的國家利益 有沒有影響到全世界的利益 所以呢 他把這些事實 在這篇期刊之中呢 告訴大家 中共是如何陽風英偉的 中共是如何欺騙美國的 中共是如何用 這種美國對他的期待呢 去發展他自己的軍事力量 去威脅周邊的國家 這就是他過去一貫的言論 所以我說 他是民主黨現在的 強硬派 對中的強硬派 同時呢 也是呢 有台派 支台派 所以我們大家看 他的關係網絡呢 也非常非常有趣 在新的 拜登的人事布局之中呢 跟Campbell 在言什麼關係呢 聯準會的理事 布蘭納德是他的太太 然後呢 布蘭納德基本上 跟葉倫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的良好的 這兩個人過去都是 民主黨政府他的同僚 要不然是他的長官 再不然就是他的同事 準國務卿布林肯 還有呢 準白宮的這個國安顧問 蘇利文 所以說呢 他們可以站在一個 比較宏觀的角度 從過去民主黨呢 對中政策的 克里頓時期的1.0 還有呢 歐巴巴時期的2.0 現在昇華成3.0 好 謝謝張宇宙老師 來 庭文兄 這個情勢發展當中 傳導出什麼重要訊息 尤其Campbell 他來出任這個 等於拜登政府上來之後 在亞太戰略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事物裡頭 傳達出有什麼戰略思考嗎 來庭文兄 是 這個拜登政府 他現在人事任命 大概國安團隊的 大部分都差不多了 特別是這個所謂的白宮內部的這些國安會的相關顧問 你看那個國安會顧問 他任命Jack Sullivan 但是我會比較擔心蘇利文 為什麼擔心蘇利文 因為第一個他44歲 44歲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的跟所謂的邪惡的中國來進行交手過 這個才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那今天拜登把這個Kirk Campbell 把他派成是白宮裡面的 亞洲方面的事務的一個總協調者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所有亞洲政策都要提出 今天不需要說在經過什麼參議院 在聽證 在任命通過 在國務院這一塊來講的話 不管是布林肯 不管是所謂的雪曼 副國勤 或者是所謂的亞太住親 未來如果是他的亞太住親 都要經過參議院的通過的情況下 那這時候為時已晚 要能夠無縫接軌 川普的這個所謂印太政策 我認為就是Kirk Campbell最恰當的 所以這一個63歲的這個老前輩 他進入到白宮之後 我認為就可以有確確實實的去執行所謂的 所謂的拜登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這本書就是Kirk Campbell所寫的 這個完整整2016年 把他為什麼去提出所謂的 People to Asia 這個概念 為什麼他會提出這樣的事情 他完整的寫在裡面 再來他裡面提到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他會去當官 他本來在英國牛津拿到學位之後 後來跑到了這個美國教書 在哈佛大學教書的時候 這時候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老師 就是Joseph Knight 大家知道Joseph Knight是誰 他基本上就是在美國國防部的任職的官員 這時候把他在克林頓總統時代 把他拉到這個所謂的這個國防部去了 那後來他又到國務院去擔任 所謂的這個亞太助勤的時候 是在這個希拉蕊擔任國務卿的時候 那這時候希拉蕊是因為 歐巴馬任命他成為美國的國務卿的時候 把這個Kirk Campbell拉進去之後 告訴他一件事情 他說美國現在的這個中東政策 大概已經走到一個底了 現在未來的美國在哪裡 他說在亞洲 所以你必須要這個擔任著所謂的 我的亞太助勤呢 來協助我 我們美國重返亞太 那也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 所謂的重返亞太或是 Pivot to Asia之後呢 才有接下去川普總統的 所謂的印太戰略這個東西出現 那所以你看到最近這個 所謂的Kirk Campbell跟他的助理 在這個所謂的Foreign Affairs 寫了這篇文章 在12月份的這篇文章當中 裡面同樣的他的名詞 不是提到Asia Pacific 不是提到亞太 而是提到印度Pacific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拜登的政府 如果Kirk Campbell進去之後 絕對會依循的所謂的 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 持續的繼續下去 所以為什麼大家好像 很緊張的樣子說 拜登政府未來會不會 改變川普的政策 我認為僅有所謂的技術上的 手段上的微調而已 但是在整個大戰略上面 是不太可能變動的 因為美國已經整個知道說 這個所謂的亞太 印太戰略來講的話 是對美國來講 在亞洲地區存在的領導國的 在那個重要性 那再來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以前擔任過的智庫的 這樣的一個單位 在新台灣國際智庫 我們曾經在2014年12月的時候 就親自邀請Kirk Campbell到台灣來 然後進行了一場所謂的午餐的演講會 在當中他提出七點建議 其中最後一點 他建議台灣要分散風險 不能跟中國掛得太緊密 必須要跟其他亞洲國家 共同的協調 然後共同的進行專業聯盟 然後再來另外一件事情 他認為日本跟韓國不要吵架 日本跟韓國就應該好好在一起 然後共同協助美國 所以我會認為Kirk Campbell上來之後 絕對會在執行他過去 一貫的這樣的言論 剛剛雨嫂已經提到非常多了 這一貫的言論當中 就特別符合所謂的拜登政府 所講的聯盟體系的建立 而這個聯盟體系的建立 剛好就是符合他現在正在執行的 亞太方面的或是印太方面的一個戰略 所以換句話講說台灣事實上 現在可以先暫時放一個擔憂的心 因為畢竟來講 蘇利文以前的老闆就是Kirk Campbell 所以Kirk Campbell進去之後 絕對不可能只有擔任蘇利文的下屬而已 他一定是總協調所有的亞太政策 印太政策 所以換句話講白宮有了這個蘇利文 而且是五縫接軌 因為他不需要經過 參議院的這個認證之後 馬上就可以上任 馬上就可以執行他的政策 而他的政策剛好就在 最新一期的Foreign EFS當中 寫得非常清楚 所以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看 但重點是什麼東西 台灣絕對就是當中 美國在亞太戰略 印太戰略當中的重重之重 是 又是印太戰略的機密文件 提早30年解密 又是在拜登上來之後 在亞太新事務當中 出任這樣的官員 看起來這個Kirk Campbell 他在這個亞太事務方面 相當的手軟 而且一路走來是相當有貢獻 這一回的職務看起來 有點是重磅出席 來天寧怎麼看 對 我在這個外交 跟國防的這個委員會 那我們有很多的老師 包括前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張榮豐老師 包括彭榮次老師 他們其實在這些年給我了很多的指導 然後特別去提到過去的民德專案 民德小組 剛才兩位老師 我們宇柔老師 廷慧老師講的 都真的非常的精準 在這些年裡面 坎貝爾他是怎麼樣的 去提出了這些戰略也好 策略也好 他現在六十三歲 我要講的是三十八歲的坎貝爾 一九九六年的時候 三十年前 他那個時候就是剛才宇柔老師講 他在擔柯林頓的總統任內 他的亞太的副這個助理部長 國防副助理部長 他那時候加入了什麼小組呢 就是由日本的參議員 錐明素夫所主導 錐明素夫已經過世了 但他那個時候是叫做Kingmaker 所有要做首相的人 一定要先去拜會他 請教他 他是這種重量性跟高度 錐明素夫先生 那時候就看到李登輝總統 因為日本人對李登輝總統是很崇敬 他認為說臺海的危機 包括這個李登輝總統 要去卡奈爾學校演講 大學演講 包括那時候的臺海危機 包括那時候的兩國論 他突然發現說 這都跟日本 因為臺灣跟日本很接近 中國的這種窮兵毒武器 是會影響到日本的國家利益 那日本對臺海也有感情 卻發現臺灣跟美國的聯繫 太薄弱了 所以就由錐明素夫出來號召 然後我們臺灣包括當時的國安會秘書長丁於舟 包括這個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榮峰老師 包括這個彭榮次老師 當時是這個企業家 然後美國那邊就是阿彌塔吉 他是共和黨當時是在野的 但是阿彌塔吉你知道美國為什麼大家都不用擔心什麼共和黨 民主黨政黨論替有什麼問題 他邀請誰呢 他邀請當時執政的柯林頓政府的坎貝爾 加入了明德小組 而彭榮次老師也正式的帶著當時在做研究員的小英總統 當時只是一個研究員四十歲四十歲的小英研究員 跟三十八歲的坎貝爾這個副助理部長 當時就正式見面認識 所以他們的交情到現在一九九年到現在二十五年了 各位觀眾朋友 這二十五年的交情裡面 為什麼現在我們看到說拜登總統要去任命這個坎貝爾 而且他取一個很有趣的名字 叫做亞洲沙皇 沙皇沒有這個職稱的 這是他的創意你知道嗎 就在國家顧問裡面 剛剛講的大家都講得很好 國安顧問是蘇利文 但是國安顧問他經過很多參議院的程序 他就直接在國家顧問裡面設一個組 那個組叫做亞洲沙皇組 就是坎貝爾負責 沙皇就代表是說 他整個是可以制霸整個亞太 那他有沒有這個資格呢 有 他這二十五年來都在處理亞太的事務 而且我很有信 美國國務院在二零一四年 在歐巴馬執政的時候 發了通告給我 讓我去做訪問學人 當時就到夏威夷 那個時候還叫太平洋司令部 他們當時為什麼就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亞洲再平衡 為什麼要重返亞洲 為什麼要變成亞洲樞紐 因為當他們關注在中東反恐的時候 中國崛起了 可是他帶來的不是祝福 他帶來在南海設島礁 設基地 設飛彈 他是造成的是區域的日本 韓國 臺灣的緊張 所以美國人警覺到說 中國的崛起 沒有他們想像中的文明 而是反而帶來世界的災害 所以他們把所有本來在歐洲 本來在中東的整個兵力 全部調整回來 那再過了四年 二零一八年 換成川普總統上任 你看AIT有多有一致性 他並沒有因為說 當時是民主黨的總統 發通告給我們 國務院發通告給我們 他現在就鄭重的在協助我們 再回到夏威夷 然後特別請到聯武的 這個少將這個處長 特別向我們做簡報 告訴我們說 現在換到川普總統之後的印太戰略 就是延續那個時候的亞洲再平衡戰略的深化版 然後告訴我們說整個從印度 然後到整個太平洋地區裡面 臺灣就是依照臺灣關係法所建立起來 等同於軍事盟邦的那麼重要的第一島鏈國家 就是現在解密的內容 所以我要告訴觀眾朋友的就是說 坎貝爾只要一旦被任命之後 我相信他一定會創造一個新的名詞 他可能不會叫做印太戰略 但他一定是印太戰略的再更深化版 從經濟的 從軍事的各方面 給臺灣非常大的後盾 是 我要再次告訴大家 他是小英總統 二十五年前 明德小組共同的成員 有革命情感的好朋友 非常的熟悉 我最後補充一點就好 二零一五年 他剛剛當主席 呂超老師講在CSIS那邊 去做訪問 那一場太重要了 那一場就是我們臺灣總統蔡英文 在正式要當選之前 跟美國發明了那一套說 我們依照中華民國憲法 跟他的徵修條文 跟所有的釋憲案 維持現狀 讓美國正正事事 對民進黨產生一個非常信任的連結 而那個坎貝爾就是主持人 然後他們會後的再進一步的衍生 就是這個葛萊儀 所以這些人 坎貝爾跟葛萊儀 日前也才在進行座談而已 所以所有的這一些 在決定印太戰略的都是老班底 所以請觀眾朋友 要對臺美關係有信心 所以瑞大哥 美國反映出對臺 是什麼樣的一個戰略思考 又是視訊 跟美國的英文大使 不能來立刻早上視訊 又是印太戰略的機密文件 竟然提早30年解密 又是一個即將出任亞洲跨部會的協調官 竟然跟蔡英文總統有長達25年的交易 而這一位更是主導亞太事務有貢獻的坎貝爾 來 怎麼看這個脈絡 四年前請問全世界有人包括台灣 包括民進黨跟國民黨在內 有人會想到川普總統的共和黨政府會對台灣這麼好嗎 沒有吧 那麼事實上這三四年以來 那麼川普對台灣好 我相信也不是對民眾 也不是對這個所謂的民進黨 蔡英文好 而是對台灣好 所以大家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台灣人 會支持川普的原因是這樣 不過外交沒有人在抵抗病 所以不會有人說不會出現像國民黨 他們所說的譏諷民進黨說壓錯了 所以是壓到川普怎麼樣 國民黨一直很奇怪 好像對川普有一種很不友善的那種態度 好像覺得川普好像對他 川普賣台灣這麼多的武器 這麼多的先進的武器 在過去八年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都買不到的現在都賣給你等等 包括潛水艇的相關的武器 還有相關的技術 這對台灣是非常好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未來五年之內 我們川普大概在三年之內 賣給我們的價值150億美金的相關的武器 建構完畢的話 總體中華民國的戰力 大概是馬英九時代的一倍以上 你就知道這對保護自己有多重要 所以不管是誰 只要對台灣好 我們就當他是好朋友 很簡單 就好像那麼捷克的參議院的院長 那麼韋德奇來台灣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一樣 在那個時候到去年那個時候 願意來台灣給我們溫暖的人 就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包括澳洲的廣播公司 他所揭秘應該是30年後才揭秘的 印太戰略裡面把台灣視為第一島鏈 很重要的一環 我相信台灣在第一島鏈 美國人的心目中 美國政府的心目中 不會因為他的總統在1月20號改變了以後 變成拜登了以後 我們這個地位就改變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對美國來講 我們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美國不管是哪一黨 什麼人當總統 他最重要在心目中 最重要的利益 是美國人的利益 美國政府的利益 各位一定要清楚 做這樣的一個詮釋 千萬不要有過度的幻想 或者是敵對 沒有必要 但是台灣對美國太重要了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當台灣如果 那麼我們的不成的 永遠不成的航空母艦 如果萬一台灣 真的被中國大陸拿走了 我問你美國會怎麼樣 美國將面臨就是中國瀕臨城下 突破第一島鏈 包括他們所有的 所謂的核相關的潛水艇 他們的航空母艦 他們所有的飛彈 馬上全部戒指 關到夏威夷跟美國本土 很簡單 對美國來講 台灣的地位就是這麼重要 所以他們那麼幫台灣 那麼捍衛台灣 是有它的政治意義 一個目的的 但是各位也要知道一件事 在一開始的時候 經過政權的更迭了以後 我相信在包括拜登的整體上面 他會微調 這是一定的 那他的微調 可能 可是你也不要忘記 他最大的敵人是誰 過去那麼 川普把他最大的敵人 是中國加俄羅斯 現在拜登 只是把他變成俄羅斯加中國 其實都是一樣的 只是那個順序 他會有所不一樣 所以我們靜觀其變 交朋友 然後把自己的實力 那麼全部都奠定 我相信經過去年一整年 包括防疫 包括經濟 包括軍事 包括外交這麼多 那麼非常高興看到 美國助理聯合國的大使 透過視訊 跟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那麼達到了這個所謂的 無緣來台灣 但是至少可以經過 這樣的一個對話 因為他的對話 其實就說了 他本來要來台灣 所說的所有的千言萬語 因為很簡單 台灣就是世界防疫 不可或缺的一步 為什麼呢 去年如果沒有台灣 伸出援手 請問全世界 會增加多少人 所以這個就是台灣 台灣可以幫助 我相信呢 那麼在新的 台美的情況之下 也會繼續朝這個 合作和平的一個 路線上繼續邁進 好 非常謝謝瑞德大哥 他提出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思維 在這樣的一個 外交戰略的脈絡當中 嗅覺出台美之間未來 好像不是單純的軍售問題 還會更進一步的 雙方面的聯合演習嗎 等一下挺會胸 幫我做補充 來 我先連線給Peter 來 Peter 從一連串 這個大動作的戰略當中 嗅覺出 美國現在到底處在 一個內部什麼狀況 來 Peter 美國現在其實在這個 交接政府的過程呢 還有國會 剛剛又通過了第二次的 這個彈劾案呢 有多方面的在變動 第一呢 這個透過美國主流媒體 雙重標準的分析呢 這一次的決議案 還有彈劾案 應該要有多數共和黨的議員支持 但是事實上呢 共和黨的議員 並沒有拋棄川普總統 這個就證明了川普總統 在共和黨未來的地位 因為在其中選舉上 這個募款和拉票 對他很重要 同時呢 他解密了這個印太 這個文件呢 這個文件呢對這個拜登的總統上任 其實也是要把美國跟台灣跟印太地區的盟友的國家的關係 把他定位 定位的話呢 剛才大家談過的這一位 Kurt Campbell呢 要來國安會做印太制度協調者呢 才有機會繼續去執行他過去 在美國政府 國防部在國務院 擔過的這一些職位呢 繼續去發展 所以這樣的一個任命之後 未來跟川普政府 亞太戰略或印太戰略中最大的不同 你認為是什麼 因為一般認為 他還是屬於對中鷹派的 Peter你的觀察呢 美國的國安會體制裡面有一個主席委員會 叫做Principles Committee 這個體制呢 不管誰當總統都會繼續進行的 這個委員會裡面的成員就是有國防部長 財政部長 國務卿司法部長 參謀總長 國土安全部長 情報局長等等的 裡面還有一個台灣工作小組 這個拜登上任之後呢 他這個體制裡面當然主持這個亞洲印太的 這個是會用Kurt Campbell來 但是呢 過去這個拜登跟這個川普呢 有一個不同的 就是拜登這一方面一直一直強調說 要跟盟友 還有這個地區的這一些國家呢 加強這個engagement 加強互動 加強接觸 加強接觸這個其實是中國最喜歡聽的 因為呢 他們最喜歡說有時間我們大家來講 慢慢的協調 所以呢 1月11號我們也看過 看到這個習主席呢 在中央黨校演講的時候呢 他就說了時間是在我們這一邊 他也看出來美國 現在在交接政府 他也看出來下一任可能會加強這個交 接觸交往 對他來講 大家來 大家來 拉長這個時間 但這一套 對中國有效嗎 真的有可能改變他的行為嗎 我覺得不一定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美國的政策裡面啊 不管誰當總統 對中國對台灣政策是如何呢 最後還是美國的企業 企業在美國政壇 是很大的影響 為什麼呢 他有很大的這個利益關係 比如川普最後打這一些關稅 其實他打了關稅 美國很多企業最大都很不忙 我當時有接觸過一些很大的公司 我就不點他們的名字了 包括農業的包括電子的 他都來跟我們 因為有經過選舉 他們都有贊助嘛 他就說 這個政策其實對我們很不利的 最後呢 最後最吃虧的是誰 美國的消費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時候他嘴巴說一套政策 但是最後調整他的政策 在奧巴馬第二任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了 Kirk Campbell當時是主持 這個轉向亞洲這個政策 奧巴馬的第二任 馬上拆下了 為什麼 就是那個企業給奧巴馬政府的壓力 所以這一方面我們還要分查說 他到底能執行到哪一階段 是 各大新聞網當中 從昨天到今天一直播放的 就是Washington DC 已經有兩萬名的國民兵 來進駐來進行維安 一切因應是1月20號的政權交接 現在目前狀況到底怎麼樣 你剛剛特別提到眾議院 那麼已經通過了彈劾 但是參議院可能要通過的機會 是難上加難的 而現在國民兵的進駐又呈現出 在國會暴動之後 真的嗎 下一個武裝暴動即將會再起嗎 這個時候因為 參謀長的聯席會也發表重要聲明 來 嗅覺出什麼氛圍 你在華盛頓DC你感受到什麼 在國會其實有點尷尬 因為第一次有軍隊進去了國會裡面 特別是我們在片段上看見的 這個就是在國會的地下室那一層 人叫做CBC Congressional Visitor Center 幾乎下面都是一個 他們的集合的中心 但是這一次的國會兩院 我覺得這個只是一個政治性的活動 就是說政治性的活動 他來用第二次的彈劾案 還有昨天眾議院也通過了 通過了一個憲法第25條的法案 這兩個法案裡面 共和黨的議員其實都全面反對 只是跑了 今天跑了10個 昨天好像跑了 昨天跑了1票而已 還有3個沒有投票的 所以這一個方面參議院不會去接受這個案子 他們已經現在參議院已經休會了 他是在1月19號才會回來 然後1月19號以後 他主要的目的還是要來通過 拜登總統任命的這些人士 這個是他主要的任務 1月20號拜登一上任總統 然後川普就不是總統了 川普不是總統的話 他還在進行這個彈劾案 是有沒有需要 或者在法律上有沒有根據 因為彈劾是彈劾現任的總統 1月20號就不是現任的總統了 對 這個是非常關鍵 所以在未來的眾議院通過之後 那麼在參議院根本難上加難 川普的命運 主導在幾個關鍵性人物 是這樣子嗎 來 張宇嫂 因為美國的彈劾程序是這樣 他是眾議院提案參議院審判 因為他是個分權的國家 好 眾議院因為在裴洛西的主導之下 你要送到這個參議院 但當你送到參議院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啊 彭斯還沒有卸任啊 參議院議長是彭斯耶 而且現任的參議員呢 基本上因為是以現任的為主嘛 現任的參議員基本上 其實共和黨在參議院的這個凝聚力 是很強的 他可以用議事的方式做杯葛 他甚至以開會人數不足的方式呢 讓他留會 其實我還是呼籲 雖然我們是看美國的內政啊 我們都說得好 窮扣莫追 就是說呢 現在民主黨上來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呢 是要對內撫平 OK 這個黨政的這個分歧 如果你用這樣的方式呢 窮扣要追 你反而刺激了共和黨對你的這種呢 分裂 或是呢 同時激發呢 許多人對川普的同情心 我覺得啦 政治基本上 還是呢 不要贏者權啊 因為民主黨現在呢 在參眾兩院是多數了 總統又是你們了 可以放手去做你們的 所謂的各項內政的改革 是 參議院的反對當中 還包括一個非常關鍵性的人物 趙小蘭的丈夫 在參議院裡頭 勢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請教 是這個黃一種老師 從一連串 美國現在最新狀況 但是呢 美國對台的戰略 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關鍵 由川普政府 在過去戰略當中 大家會想的是 那你過去的戰略 對亞太地區 尤其對於台灣 所面臨的形勢裡頭 台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有點像是以色列 跟阿拉伯之間的緊張的關係 擺在台灣眼前的事實 是中國對台灣的步步進逼 這是個事實 一中政策 那麼如果美國跟台灣的傍交 不是一蹴可擊 不是一步到位 但是戰略的衍生性非常重要 怎麼樣來看呢 美國真的已經表態到什麼程度 如果鄰近的國家 美國做這樣的表態的話 那未來呢 日本會跟進嗎 來你嗅嘴說什麼 來 黃一宗老師 如果鄰近的國家 美國做這樣的表態的話 那未來呢 日本會跟進嗎 來你嗅嘴說什麼 來 黃一宗老師 其實你知道整個2020年 世界外交上幾個最大的大師 就是在8月13號的時候 美國促成了以色列 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竟然談了一個和平的協議 你知道這兩個 基本上是世仇的 以色列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因為不管是宗教的信仰 或是19670的六日戰爭 解下的那個梁子 結果竟然可以促使 他們竟然坐下來談 他們還談了一個叫做 亞伯拉罕協定 亞伯拉罕什麼意思 亞伯拉罕 為什麼要用叫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是 猶太教跟伊斯蘭的共同的先知 所以他讓這兩個 基本上是敵對的國家 可以坐下來談 然後接下來談了以後 這個是基本上是 整個波斯灣地區 第一個跟以色列 等於是和解的國家 接下來的四個月 又陸續多了四個 總共有四個國家 包括巴林 包括蘇丹 甚至包括摩洛哥 都整個拉近了這個和平 這個事情 當然就對國際來講 這等於是川普 在卸任前的一個 重大的外交政策 那當然這裡面 當然你說國際政治因素 非常複雜 那這裡面巴勒斯坦反對 可是為什麼 這些阿拉伯國家 乾冒著巴勒斯坦反對 願意跟以色列 進行這個和平協議的建交 主要我覺得 經貿上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就是說美國 因為你知道美國的力量大 即便美國跟 沙烏地拉伯 沙烏地拉伯 雖然還沒跟以色列和解 不過美國在 沙烏地拉伯 不但經濟上有往來 甚至他在對面駐軍 所以美國等於用這一套 經濟的力量 然後去說服這些阿拉伯國家 跟以色列進行和平協議 可是畫出來我們就看到 這個就跟昨天歐布萊特 歐布萊恩公布的戰略有關 就是說為什麼美國 他會選在這個時間 然後我們往前這個戰略 這個文件往前追 是在2018年的時候 2018年川普所協議的 其實這個意味著一件事情 就是說過去美國有個 其實美國從尼克森政府時代 就有個叫 以前有一本書叫外交 叫轉向 幹什麼的 就是說他們叫做聯中制書 他們一直都有一個 從那個時代民主黨 他們有個習慣就是說 把那個中國拉進來以後 拉進整個世界貿易的體系 美國這一套資本主義 自由主義的體系以後 他們認為說 中國就會開始受到 所謂的感化或者是改變 甚至到2001年的時候 你看美國還把中國拉進WTO 他們就認為說 把中國拉進 整個世界貿易的體系以後 過去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當他經濟上 走進了資本主義以後 他是整個意志形態上 他就會接受 美國這一套西方的自由主義 然後就民主化 結果這一套邏輯一直撐到歐巴馬時代 你知道歐巴馬還始終不死心 他就認為說這個孩子還有得交 所以他還盡量的用這樣的方式 去對中國示好經濟上的往來 但是結果就是川普時代 就證明了一件事 俗話說朽木不可刁眼 就是說他吃了美國的錢 他賺了美國的錢 可是在自由民主的價值上 他完全是截然不同 他沒辦法接受 所以你知道那一份文件 我覺得有一句話大家很重要 就歐布萊恩他特別提到一句話 就是說他說北京方面 拉著就是各國的這個 順服在中國共產黨 所剝化的一個命運共同體 就是接受他這一套體系 可是我們美國不是這樣 美國的印太戰略是什麼 他說希望這些盟邦跟夥伴 都享有一個自由而開放的 印太地區的價值觀 也就是說這兩個東西 是截然不同的概念